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 今天是2022年2月17日 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今天想讲一个美签申请当中的策略问题 这可能也是在申请美签的时候 做规划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有些人就一个人申请美签 有的人已经成家立业了 已经结婚了 甚至已经有小孩了 他们最普遍的一个问题 就是会问如果我要申请美国签证 那我是自己一个人去申请好呢 还说一家人一块去申请的好 这问题很重要啊 而且呢在其中也有一些误解和误读 有的人是这样讲的 就是说美领馆啊 可能也怕我们全家就拿到签证 就黑过去不回来了 那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就去自己申请美国签证 那家人和孩子呢就不申请 到时候就等于给签证官一个证明嘛 你看我老婆孩子都留在国内 那我呢肯定要回来找他们的 所以因此可证 我呢是不会黑在美国的 你觉得这个行不行 实际上呢这种想法其实还挺普遍的 罗宾他说的咨询客户当中 有不少人是这么想的 但是呢可以这样讲 就签证官的思路啊 和我们的思路还是有些不同的啊 就是他不会有这种像是绑匪的思路一样 就是说你一定要留个肉票 或者留一个人质在国内 然后呢我才能给你这个美国签证啊 以防你赖在美国不回来了 这种思路呢常过来说人家是不会这么想的 人家呢会用一种更常识性的思路来思考这个问题 就比如说啊 你要申请美国的旅游签证 你说你要去美国旅游 那如果你已经结婚了 你已经有小孩了 签证官最自然的一个想法呢 就是你们为什么不是一家人一起去呢 如果是去旅游的话 那为什么不是一家人一块去呢 那如果你去商务 这个就一个人去很正常啊 比如说你去美国去商务洽谈 或者参加展会之类的 这个不带家人非常正常 因为这个是和你职业相关的 是这种商务性质的签证 这个很正常 如果你说是去旅游的 那你一个人去美国旅游 不带家人 这个就有点太奇怪了 或者对于签证官来说 这个是有点奇怪的 那如果这个问题 你无法解释清楚呢 那人家就会觉得比较奇怪 比较可疑 甚至呢 就有可能给你拒绝签证 所以说呢 你是一个人去申请签证 还是一家人一块申请签证啊 第一要看你赴美的目的 或者你声称的赴美目的 第二呢 你不能让签证官觉得 你这个赴美目的是有疑问的 或者是比较可疑的 那这种情况下呢 可以这样讲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签证官还是更乐于看到 一家人一块申请 比如说结了婚了 小夫妻两口子一块申请 或者呢 有了小孩了 一家三口 一家四口 一块申请的 这种对他们来说 是比较正常的申请case 那至于说 有的人说啊 签证官会不会觉得这样 你们都拿到了签证 就全都黑过去了 或者这样讲啊 我这样讲可能你更容易理解 如果签证官觉得你有黑过去的嫌疑 那不管是你一个人黑过去 还是全家都黑过去啊 对他来说 这个损失都是同样大的 如果他已经有了这样的疑问的话 那你无论是一个人申请 还是一家人申请 都是被拒签的可能性 都是挺大的 所以说呢 碰到了这样的疑问 你不要觉得 你可以用我一个人申请 把家人留在国内当人质 当肉票 这样的思路来解决问题啊 这个是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的 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比较建议 以家庭为单位来申请 这个呢 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啊 那当然这个只是涉及到 我们比较普遍的 去美国的旅游观光目的的签证申请 你的申请人如何的选择 那有的人可能说了啊 我没有家人 我是单身 那我能不能和我的同事 和我的朋友 一块去申请呢 那如果是两个人申请 或者几个人申请 比我一个人申请 是不是会有更多的好处呢 还是说我一个人申请 通过的概率更大呢 那这个呢 就比家人一块申请 它更加复杂一点 这涉及到和你一块申请的人呢 他的个人资质如何 和你的关系怎么样 你比如说是同事 你们两个人关系是不是很近 还是说仅仅只是一个公司的 或者说呢 朋友 你只是点头之交 见过几面 还是说那种联络 非常密切的朋友啊 那种过命的交情 另外呢 这个朋友 他的工作怎么样啊 收入如何啊 有没有出境过啊 这种啊 他到底是有可能拖累你 还是有可能给你带来帮助呢 都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分析的 所以呢 也没办法在节目当中 给大家一个统一的意见啊 那只有在我们家庭申请的时候 罗宾大叔是比较建议 以家庭为单位一块申请的 这样呢 对你的签证申请 是会有比较大的好处的 好了 那如果对于美国签证 加拿大签证 或者其他国家的移民 有兴趣的呢 欢迎添加罗宾大叔的微信 或者电报 付费咨询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聊 那我们下期再见